你们都有好好的生活过吗 我最近尝试着像网上说的那样 好好的生活了一下 三餐自己做 洗衣服 打扫卫生 溜溜狗 散散步早上运动一下 晚上再读个书 在早睡早起的前提下 中午睡个午觉 然后我发现这一天下来 根本挤不出八个小时去工作 在我结婚之前啊 我爸把我叫到一边 说闺女啊 爸爸呢也没啥交给你的 现在啊 我带你来了解一下 男人藏私房钱的地方 然后我就发现好多神奇的地方 什么冬天的外套啊 一架的缝隙啊 连脱步把手里都有 然后我爸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明天呢你就要结婚了 记住啊 这些地方千万都别烦 你太瘦小 万一你老公翻脸 怕你打不过 经常我们会看到 公益广告里边 年迈的老人 盼望着孩子回家的眼神 然后呢 我们就迫不及待的 买了张回家的车票 暗暗下决心 不玩手机 好好陪他们 回到家以后你发现 你爸你妈一人抱个手机 窝在沙发里 吃完饭 你妈乐颠的楼下 风雨无阻广场舞 你爹去雷打不动 一块小小麻将 留下你孤零零待在家里边 打开电视 又看到了多陪陪父母的公益广告 你会发现东北话的形容词 特别的丰富 而且具体形象 就打比方 别的地方的人呢 遇到不好闻的味道 只有一个词 好臭呀 而我们东北人 会把这些味道分为 舞伯温 Soul伯温 哈喽温 酸不流丢温 女生都爱说谍词 但是结婚前后的谍词 也是不一样的谍法 结婚前的谍词是 吃饭饭呀 睡觉觉呀 洗澡澡呀 结婚以后的谍词是 爱吃不吃 爱睡不睡 爱洗不洗 我每次换季 收拾衣服的时候 都会发现 我这个季度 没有衣服穿了呢 但是我下个季度 的衣服好多呀 那既然我下个季度 那么多衣服 不用买衣服了 能省一大笔钱 那我这个季度 就多买一点吧 然后等下个季度发现 诶 我衣服呢 我发现当代年轻人的酒量 是根据场合 喝酒的人而变化的 家庭聚会的时候 哎呀 我不会喝 不会喝呀 公司团建的时候 嗯 我只会喝一点点 被领导提拔的时候 我干了你随 跟朋友蹦迪的时候 干啥呢 养鱼呢 给你们讲一个 当代年轻人的 情感故事 谈恋爱可以 但是公开不行 爱你是肯定的 但是发朋友圈不行 发誓可以 但是看我手机不行 女生和男生的区别 就在于 女生偷看男生叫花痴 男生偷看女生叫猥琐 女生偷摸男生叫挑逗 男生偷摸女生叫流氓 女生打男生叫撒娇 男生打女生叫混蛋 女生流泪叫柔弱 男生流泪叫懦弱 女生受到伤害的时候 男生安慰 男生受到伤害的时候 自己安慰 女生争点少 就能力有限 男生争点少 就特别无能 女生花男生的钱 叫天经第一 男生花女生的钱 叫天理不容 最后 女生做出一个统一的总结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男人的眼中 女人的浓妆 并不是真正那种 很厚重的浓妆 而是颜色很深的那种浓妆 比如说 就算你脸上粉底涂得 厚得跟刮了大白一样 但是你口红是粉色的 他就觉得你没化妆 就算你脸上没有涂粉底 只擦了一个大红色的口红 他就觉得你妆太浓了